怕胞胎和钉子的轮胎吗? 美国国防部曾经资助2100万美金,用于研发这一项目,所以这个轮胎真有这么神奇吗? 其实,轮子的历史由来已久,被视为人类最古老最重要的发明,距离现在已经有足足6000多年时间。 叙利亚曾经出土了一个带轮子的模型和货车的壁画,距今可能有6500年时间。 而车轮的前身是制陶用的轮子,大概在公元前3000年,人们开始将轴装到手推车上,再后来再用于制造战车。 不过,早些年的车轮大多数用木头制成,经过了数千年的时间,一直到了近现代,工业的不断发展,才开始有了橡胶轮胎。 但那个时候,轮胎依旧还是实心的,一直到17世纪,充气轮胎才问世,一开始只是应用在自行车上,但后来慢慢普及,汽车轮胎也开始使用这种充气轮胎。 不过,充气轮胎虽然看起来方便,但还是有很多不足之处,漏气、钉子扎、爆胎等,都是普通充气轮胎所惧怕的。 所以,最近这许多年来,有很多人都想着,能否对轮胎进行改造,让它更方便一些。 今天要讲的这款蜂窝轮胎,设计灵感来自蜂巢。 蜂巢是一种由六边形组成的风式,这种结构比较稳定,可以防止蜂巢破裂,所以就算蜂巢从高处掉落,蜂窝也不会损坏。 于是,在蜂巢的启发下,蜂窝轮胎在设计时,也采用了六边形的结构。 这种设计之下,不但可以起到与传统轮胎类似的减震作用,就算遇见特殊地形,轮胎内部相互压缩,但却也不会破裂。 它不用充气,不必担心爆胎,非常适合野外行军使用,不管是崎岖的山路,还是流动的沙漠地形,都难不倒塌。 而且,在美国政府的要求之下,蜂窝轮胎具备比较高的承重能力,还可以抵御临时爆炸装置袭击,并且在预期后仍然以80公里的时速行驶。 目前,美国军队已经开始使用,既然蜂窝轮胎有这么多优点,那为什么至今都没有进行量产,并被普及使用呢? 那是因为类似蜂巢的设计给轮胎带来很多优点的同时,也存在一些不可避免的缺点。 首先,蜂窝轮胎的阻力要比充气轮胎大很多,所以它跑得并没有普通充气轮胎快,这样一来就没办法上高速了,并不适合寻常的家用汽车。 美国国防部之所以是巨资资助,是看中了它稳定耐用亦维修的特点,这些优点让它方便用于军用。 而相比之下,在那些特殊环境下,对车子的速度要求并没有那么高。 蜂窝轮胎没有用于民用,除了因为速度限制不能上高速以外,还有其他缺点。 它使用的新型高分子非常昂贵,所以蜂窝轮胎的制造成本也很高。 相对于普通轮胎,外形上也有着比较大的突破,许多消费者一时间难以接受。 此外,它防震功能不好,舒适度低行驶时还有噪音,技术也没完全成熟,普通汽车难以兼容。 但随着科技的进步,蜂窝轮胎的技术会慢慢成熟,所谓缺点也会被克服。 等制造成本也降低下来之后,一定会推广到民用领域,并受到消费者的好评。 旁定,您下期待的顾客适合,接下来,您在同时您购买防备的存在传续上。 准备权领域症和回想力后,您购买防备的旅行却,您购买防备的対绩费者。 您购买了。 感谢观看